Test 好 各位好 今天是下午场的第二场 然后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 武备学院的讲课程 课程专员对不对 那个Cady 孟婷 她主要分享说 将程式教育带进片箱的这个过程 那因为今天这一次的议程轨 这次是第一次我们试图去举办 放一些比较软性的东西 到Cost Club的议程里面来 那主要我们这个科技领域内的多元跟共荣 在讲的是inclusivity and diversity 就是在讲说我们作为一个科技人 现在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都是科技人 那在面对这一些就是社会的不正义 跟社会的一些不平等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回应 那这个回应的方式 当然是伴随着很多种技能的 不是只有科技 但也有包含一些软实力 跟我们如何去沟通跟协调 然后还有一整套系列的系统性的操作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话不多说 我们等一下会把前门关起来 后门留着 所以如果有人要出路的话 请从后门走 前门会锁起来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掌声 欢迎Katy 好 各位大家午安 就是很开心 今天Cost Club办一个这样的活动 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工作这几年 就是具备了一些资源 然后我结合我过去工作的经验 然后把我现在手边拥有资源 可以推波到更多的偏向去 那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将资讯教育带入偏向 不知道现场各位有多少人是在教育领域待过 那没关系 不管有或没有 我想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资讯教育这件事情 已经被落入十二年国教了 也就是说从国小你就要开始学习程式思维 然后去写一些小小的写程式去建立你的逻辑 其实从国小开始一路培养到国中毕业 然后你带着这一些学习成果 然后去推增高中 然后推增大学 这是现行的教育政策 可是在市区来说 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因为你的师资其实是很丰沛的 你是有资讯类型的老师 你是有足够的设备 例如平板那些的 可是那在偏向呢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偏向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其实在我过去第一份工作 其实就在偏向服务 那待会我会做比较仔细的介绍 那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 我们武备学院是怎么样结合我们手边有的资源 把它带到偏向去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不免俗的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以前是读英文系 然后工作五年之后 我觉得好像要对自己的人生职业 或者是工作的事情 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组织 所以我大概在工作五年后 我就去读专案管理所的在职专班 那我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就是在博佑基金会工作 现场可能有一些人有听过 可能在超商看到那个募款上 也有一些人 多数的人 我相信多数人是没有听过的 我待会会稍微简单叙述一下 博佑在做什么 博佑的话 它最主要就是透过教育来帮助孩子脱贫 因为我们都知道贫穷其实是可以世袭 是可以复制的 那当然不是说百分之百 因为有时候你靠自身的努力 你其实是可以摆脱这个阶级的复制 可是多数的人他的资源在不充裕的情况下 那个贫穷或者是如果你的爸爸是农夫 你八成你的下一份职业 其实你长大成人之后 职业也可能是农夫渔夫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 应该说博佑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透过教育 让他们有机会去开阔更多视野 并不是要把他们推到什么台大 什么一些大专 很厉害的学校去 只是希望让他们有机会 借由教育去读更多的资讯 去理解更多的资源 那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云林工作 然后这个地方你们多数人 应该是没有停过的 他在云林的口湖镇 对他是镇 他应该是镇没错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知道啊 对他可能是镇 我忘记是多少的一个城镇 那他在那里 他我在那里住了五年 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那里是没有青壮年人口的 就是只有老人跟小孩 只有周六周日或者暑假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反商的游子 那基本上那里就是 就是老人在带孙子 然后小孩去上课这样子 那在那边的人 他们每一个月 每户家庭可以领六千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因为六亲在那边 所以六亲给了你六千块的环境保护费 他其实就是在告诉你 我现在在破坏你的环境 所以我给你一些资源 给你一些补偿 老了就是你的医药费 所以很多人都说在云林那边 他的离癌率是相当相当的高的 那在我住的那几年 的确就是鼻子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这是个人观感 也不一定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么资源如此匮乏的乡下 其实我曾经待过 我也见过那一些很辛苦的学生们 所以博物基金会 其实就是在偏向地区 去帮助利用教育 帮助这些孩子脱贫 那我就是里面的成员之一 那大概工作六年之后 我就到了台北的吴卑学院 然后担任课程专员 那我们其实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可能又有点不一样 待会会带大家探讨一下 那我有一个额外值得分享的经验是 其实我曾经到尼泊尔担任14天的志工 那在那14天里面 我有9天是没有洗澡的 可是不会臭 就是那里的气氛真的很好 我记得出发前我妈有跟我讲一件事情 她就说你为什么要花钱去帮 帮人这件事情你要花钱 然后台湾没有人可以帮了吗 然后那时候就也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我就一直有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 那我当然到了尼泊尔去 我其实很开心 我们在当地做卫教服务 然后所以我们在那个现场 其实有跟一些小朋友啊 跟社区的妇女就做沟通 你知道她们的妇女们在 现在应该是有慢慢在改善了 她们月经来是要被关在猪容的 因为是觉得她是不干净的 因为她身体在出血 所以在尼泊尔其实会有一个小小房舍 就是在关女生 然后经起来的时候 就是把她关在里面 所以我们到那边去 就是倡导这个卫教 就是这不是一件不干净的事情 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你要做的就是 处理好自己的身体 然后要认识卫教这一件事 所以那时候我也在里面得到很多成就感 然后也觉得很开心 就那14天我其实是过得很充实的 可是回来之后我也开始反思 没错 台湾其实也有很多需要帮助我们的人 就像我以前在博佑基金会一样 我们帮助了那么多人 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现在的工作资源 继续去帮助更多的人呢 好 那接下来就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无辈学院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教大家学程式 然后利用习得第二技能去拓展自己全新的职业人生 所以其实我们有那种全职训练班 大家可能就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后发现学非所用 学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兴趣 然后最后存了一笔钱 然后来找我们学技术 然后希望可以转职成软体工程师 可以开启他的第二个职业 那我们其实也有在做企业内训 企业外训专案外包等等的服务 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在做协助 帮助大家厘清他的职业的方向 然后提供给他们合适的建议 这是无辈学院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想认识我们下方有QR Code 你也可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 好 那接下来是博佑基金会 博佑基金会其实是2002年 李家统先生就是你们大家常常听到的那一位 就是在电视新闻出现的李家统校长 他在南投埔里开创了第一个中心 那他现在已经有15个中心了 那这15个中心通通都是坐落在县市的偏乡 最南是到屏东 最北是到基隆 基隆是这个月才开的中心 离岛是到澎湖 所以他在全台就是到 那些资源到不了的地方去做更多教学资源的传授 那最主要就是做英文数学跟那个阅读 那在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说受服务的对象 这个单位他其实是募款 用得来的款项去回馈在小朋友身上 所以他们其实在全台有这么多单位 也是因为全台其实有很多企业共襄盛举去捐一些款项 让他们可以得以帮助这些偏向的小朋友 那你们知道这些来上课的小朋友是免费的 但是他资格前提是什么呢 他的前提是 他们的要来上课的同学是 全部家庭的经济收入 加上补助 处于平均人口低于6000 那他们就是这个基金会 就是辅助的对象 所以只要一旦被评判就是 你的经济资格符合 那你有意愿 然后必须要全程参与 那你就是每一天下课 来到博佑基金会接受客服 所以他们最山上 我们用最高好了 最高有到接近司马库斯那个地方 还没到司马库斯 可是接近那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那边的小孩非常可爱 他们会有苹果机 因为那边超级冷 然后他们是住宿 然后冬天是真的会下雪的状况 所以其实他们对于学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觉得那么稀奇 因为真的我们在台湾 就是接近司马库斯的那个地方 他在冬天的时候 是真的会下雪的 所以他们一直都在做偏乡座资源的辅佐 希望透过教育可以帮助他们 就是拥有脱贫的机会 那我们就等他一下好了 这个钟声还蛮长的 是不是要唱一首歌一下 好 那我不做太多介绍 就是一样 如果你想认识这个单位 他在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想支持公益的话 你也可以扫一下QR Code 去认识这个单位 好 那接着我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五倍学院跟博佑基金会 他们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做教学嘛 就无论是从我在博佑 就是对偏向的小朋友做教学 那到了五倍学院 就是辅佐一些成人去做城市教育 我们都认同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教学 将知识传递出去 五倍是希望透过教学 来帮你开启新的职业 那博佑基金会是希望透过教学 来帮助你翻转贫穷这个循环 所以我们也都认同 就是教学可以让学习者 有新的转变机会 但是坦白说 又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一个是赚钱的单位 我们事实上授课就收学费 可是博佑没有 他就是你只要符合这个同学 就来上课 所以我们一个是盈利单位 一个是非盈利组织 我们其实都有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当我们在五倍学院的时候 我们在授课的时候 或者是那些咨询的人 他们多数是发现 自己以前学的东西 不是自己的兴趣 然后在这个领域待得不喜欢 所以希望透过我们来拓展 自己的职业的界限 所以希望来学城市 所以他们常常来的时候 是属于一个身心极度不安的 因为觉得我现在要存很多钱 要在这里扎钱 要在这里学习 要在这里转职成功 我若没转职成功就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其实他们过去是 应该说在那个选择的阶段 可能是没有想清楚的 那博佑基金会也是 他其实也是在透过教学 让那些学生 有办法先拥有基本知识 我们就是要再帮博佑基金会重申 他们没有要把小朋友交成第一名 没有要把小朋友交成天才 但他们想要做的是帮助这些小朋友 有机会去 他今天去判断一个新闻的时候 知道这是假新闻还是真的新闻 他今天去善用这个资源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样不会 就是读错资讯 所以这是博佑想交的 所以我们共同去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改变要从教育做起 如果可以的话 避免你在那里就是 长大才后悔 后悔的时候才发现时间有限 然后要花的金钱成本又更多 那为何改变不从小开始呢 所以我就结合我现在工作经验 现在的工作资源 来结合我以前过去的工作单位 我希望可以把我手边拥有人力 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先跟大家聊聊 就是偏乡教育现场的现况跟挑战 大家刚提到嘛 其实108年课纲修订之后 代表就是说从小学生 你就要开始建立城市逻辑思维了 然后现在小学是在上一个叫 好像叫Scribe的东西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城市学习的东西 可是它需要网路 它需要设备 好 先让大家先有一些概念 然后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小小成果 小小的作品之一 然后你可能高中才可以推增 或者是国中可能才可以进到一些 你期待的学校 但是这些在市区很好做 我们想像在台北市区 可能每一所学校都有配有足够的平板 跟足够的电脑 而且网速是够的 可是你们有想像过偏乡吗 以我在的云林为例 虽然说我在的时间已经有一阵子了 但我想应该不会改变这么多 因为我在那边的时间 就是我看到的是 学生学校的招生是非常困难的 在那地方刚刚提到一个前提嘛 就是就只有老人跟小孩 那你今天是一个 刚拿到教学执照的人 然后你想要去当老师 你会想到一个 这么没有生气的偏向吗 可能多数人不会选择 所以你知道那里的学校招募的流程 非常有趣 有时候有一些学校开始有失职的 去的时候会招聘一招 然后一招的时候可能要 就是你要实习经验 教师征兆 你要什么什么什么 就可能五六七样 你都要符合你才可以去 进行临选 你才可能被征选上正式失职 可是在偏向的时候 第一招完全没人去 那就会开放二招 开放二招就会少一些条件 就是你只要有教师证就可以 没有实习经验也没关系 那还是招不到人怎么办 就会在第三招 第三招就是你有教学经验就够了 你没有什么证兆通通没关系 你还都可以直接去偏向教书 所以你可以想象偏向的师资是多么的不起 我在的学校是校长 因为以前是英文系的 然后学校请不到英文老师 所以校长去当英文老师 然后数学老师 因为学校师资不够 所以他当什么生物股长 然后又当教务组长 又当什么 就是一个老师会身兼很多职 因为在那边所有没有人要去 但在的人就要多做很多事情 那你在想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资讯专科的老师 愿意进到偏向去 那这些东西要嘛就是可能就放个影片 让大家看一看 要嘛就是根本就不上赵本宣科带过去 所以这些师资会让小朋友 一点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东西 那你要他怎么对学习有兴趣 你要他日后怎么判断资料的真伪 你要他怎么样去达到脱贫的结果呢 对 那再来你也会面对到一个状况 就是资源的不足 你想象在台北市 随便一所国小好了 他们可能只要上资讯课 每一个人就是一台平板 可是在偏向是 可能他们那个平板是 例如华硕 可能有一批新淘汰的电脑 有一批淘汰的电脑 然后捐到偏向去 然后对他们来说 那可能不好用 或者是可能都是已经非常非常 有年代的二手机了 然后甚至是学校的网速也不太够 所以学习起来是很吃力的 那对他们来说 可以引发兴趣吗 没有办法 因为你以后又要拿他当分数的评估标准 可是你又引不起学生的兴趣 可是我又没有合适的老师可以教 这就是真正偏向正在面对的现况 那再来 第三个是 你知道他们 因为毕竟我还是有英文数学 社会那些的进度要顾 在我要专注于 就是必须要先兼顾的这些 主科好了 主科课程 如果我今天真的没有师资 没有资源 那我可能这个学校 我连资讯课程连安排都不安排了 所以这样子的偏向地区的学生 他们其实从小就 我们不是说贫穷一定会世袭 但是多数会世袭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没有资源进入 你没有激发他们的兴趣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意识到 我可以学这个来翻转我的 人生的阶级 那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刚刚遇到的挑战 那现在学生的现况呢 学生的现况是 升学率非常的低 因为师资不足 所以你对任何学习 可能都提不起兴趣 你叫校长来教英文 他能带动唱吗 或者是他真的能够 知道英文可以怎么教的 让学生很开心 所以在那样子的情况下 学生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 他也不觉得 我一定要靠学习才可以改变 那再来 因为青少年时期 你知道那个同采文化影响 我如果在学校得不到成就感 那我就去参加镇头文化 镇头文化不是不OK的哦 因为你知道云林 每五部就是一间庙 每十部就是一间大庙 大小庙都有 整个乡镇就是遍布了各种庙 然后所以大家很容易 当他寻求一个心灵的慰藉的时候 或寻求安全感的时候 他就会加入镇头文化 那也不是说这件事不好 可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 很容易判断失准 他可能一不小心就走入歧途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再来 他们未来的置业 因为我那时候带到国山的孩子 国山的孩子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如果毕业之后 我要做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我高中要读的就是美法科 或者是机械科 因为出去毕业马上赚钱 因为我只洗头小妹 不是其实是两份职业 而是他们明明有很多选择 他们其实有一些人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潜力 可是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接受那样子的文化熏陶 或者在那个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他所能够想象到的 就是只有洗头小妹 马上我洗一颗头就有多少钱 黑手我马上就修个车 就有多少钱 所以他们的置业从来没有工程师这个选项 从来没有资讯学习这件事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天马行空 那真的有人吗 那是不是天才在做的事情 那不是我们的世界 所以他们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甚至是他们会对自己城市之外的事情 是一无所知的 他们其实问过我说 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走美法了 他们问我说请问老师那个还有什么职业可以选吗 因为我看我们家乡这里 不是渔夫就是农夫 因为口湖靠海 谢谢 口湖靠一个港口 这次有淹水 对那个台风天的时候 你们看一下新闻他有淹水 对 就是他没有什么太好的新闻 但他多数的新闻就是淹水啊 海水倒灌啊 人口老化啊那一些的 好 我好像时间有一点快 好 还有十分钟 好 快快跟大家介绍 好 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现在的现在状况 那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里分享一下现在的升学制度 看起来很复杂很难 我也不打算念过去 我是从国教署里面抓出来的 他就是现在从12年国教里面 你要学资讯素养里面必须认识到的东西 我相信在这些都市的学校是很容易做到这件事情的 可是我想在偏乡 刚刚大家听到那些现况那一些挑战 我觉得很困难 那你看哦 今天我们今天在使用网路的人 我们只要搜寻小学生写程式 有多少个教小学生写程式的camp 或者是那一些小小团队都有在 都是很容易取得了 这对市区我们是想参加就可以参加 如果经济稳定的家长 我想让我学生报名 想让他去暑假去学一些东西 都是一个很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 可是在偏乡不行 再分享一下 我从云林来到台北坐车要坐多久 那个时候云林还没有高铁站 我那时候要从云林的口湖坐 大概45分钟的车到北港 我在从北港坐车到台北要5小时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坐车来台北 我不太确定到底要多久时间 然后我就一上车 我记得那时候是9点上车 我就看到跟着我一起上车的人 怎么有一些人会带便当 我就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有这么久吗 会这么久才到吗 结果我大概是下午1点还2点到 然后12点的时候 那些人会很主动的就开始吃起便当来 所以他们今天想要到比较适去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或者是他们其实根本就不会花这些时间 花这些资源去做更进阶的学习 因为他们有更多生活要去照顾的事情 好那再来我们认为就是要讲 在能力跟能力是有限的情况下 诱发兴趣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五倍学院就是跟博物基金会合作 我们希望可以安排就是一些活动 让那些同学提早有兴趣 我们不求他们学会写call 因为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源 跟我们搭配 可是我们期望的是可以种下一颗种子 所以我们免费安排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群工程师团队 所以我们就是到 他们刚刚提到 大概从北到南有15个中心 我们就是到这15个中心去分享 去做聊聊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选工程师 你可以做工程师 工程师的工作氛围 工作文化是怎么样 让你可以更有概念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 一半以上是非本科系专制的 但有一半以上是 真的是这样子工系 这样从头读上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经验 可以告诉小朋友 你其实可以提早做选择 我们甚至也有很多经验 可以告诉小朋友 就算你来不及做选择也没关系 以后你长大了 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你还是有办法可以学习程式 然后利用程式来开创新的未来 那再来 我们也会做教育实质培训 因为国有基金会 毕竟他们有15个中心 我们武北学院 就只有一个台北单位 所以他们那么多中心 里面有那么多老师 我们的工程师 也会去做私讯栽培 我们会去告诉他们 一些简单的程式开发 是什么 HTML怎么写 CSS怎么写 或者是简单做一个网页 刻画一个画面 这样让大家去知道 就是学程式这个可以怎么教 然后怎么可以学得好玩 然后再借着伯佑的力量 帮我们把能力带到更多的片箱现场 好 那这是我们的资料画面 其实第一张照片是 我们那时候是跟伯佑基金会 有去帮一个云林教养院去做教学 那云林教养院其实是指说女生 然后是可能是家暴 或者是性情的女生 然后因为他必须要受保护 所以会被照顾在云林教养院 可是这些人也有学习的权利 应该也有认识这些东西的想法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就是说 那我们就很乐意就跟伯佑合作 我们就是本来那时候是要到云林教养院 直接对他们授课 直接告诉他们 HTML怎么写 编辑器怎么开 然后就是如果你们以后想学程式 程式的工作是做什么 让他们有概念 可是那时候刚好就是疫情 刚好这个时间就是疫情 所以我们改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来跟他们做教学 所以他们那时候员工很辛苦 一直去借电脑 因为第一就是电脑要够 然后网速还要准备好 然后还要保护小朋友资料不能曝光 所以那时候我很像在对那个 那个什么 胶子飘娃娃 因为他们的脸不能曝光 就是那个是 就是因为他们是受保护的人 所以他们的脸是不能够露出来的 所以我也观察不到他们表情 到底是懂还是不懂 对 但他们最后回馈都是有做出一些小东西来 然后也有跟我就是聊了一些 就是那样工程师除了要读本科系 还可以怎么做准备 有没有什么其他资源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觉得至少那一次的机会 让我们感觉到 其实他们是有想学的欲望 只是他们没有想学 没有可以学的机会而已 所以我们就是陆陆续续持续在办这样做 例如像这个咖啡师转职成工程师的经验 因为除了你从小循着本科系走 那当然是一个方式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尝试很多职业 然后得到很多人生历练 然后他才觉得我想成为工程师 所以他就透过这样 我们就是找这些人来做更多的经验传授 让那些博佑的小朋友有机会可以听到更多 然后他才知道说 他知道的世界其实还很大 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去过宜兰大学 其实宜兰大学也不能算偏向或怎么样 只是这里稍微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除了在博佑 我们其实也很乐意在大专院校 这是无常的 我们到宜兰大学去 让大家去认识城市这件事情 因为背景是一群生科系 生物医学系的同学 然后他们其实是不需要写程式的 他们顶多就是跑资料而已 对 然后我们就是到那边去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如果你们会程式 整理资料会更快 所以其实我们有到宜兰大学受过课 希望开启他们就是对于网页的认识 那再来刚刚有提到 博佑有失智培育计划 可是你知道有些偏向真的到不了 司马库斯那边我记得那个更难打 还有一个叫宜兰大同 我记得从宜兰火车站下车 你坐你自己包车 或者是请他们单位的同任开车 在你上宜兰的博佑的话 我记得还要在两小时 就是那个这么不易打的地方 我们其实我们也会尽量 就是用失讯的方式去培训教学 希望到不了的偏向 博佑可以帮我们走到 我们就是把资源交下去就对了 我们就是无偿交下去 就请博佑基金会用力的帮我们扩散 就是让更多人可以提早认识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像总指教师 他们有一个总指教师制度 所以我们也想要把程序的 程式的东西导入 让他们可以去慢慢培训出 就具备一定程度的程式老师 然后可以在课堂上或者是在客服 就是因为我们做客户辅导 客户辅导的时间去做使用 那再来我们无备学人还怎么帮助偏向学人 偏向学子来认识这些产业 就是我们也安排企业参访 因为刚刚提到嘛 对于自己居住城市之外的东西 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我们也邀请他来到我们公司参观 来看看这一些公司 这一群工程师工作文化或工作氛围 让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我的人生还有很多种其他的选择 那再来我们也会录制免费的教学影片 刚刚提到嘛 网速不够 所以我们想到一个方式就是用随身碟 我们买了很多随身碟 我们把我们录好影片 通通都放进随身碟里面 我们就给博物基金会 我们就说你们如果有一些素养课程 礼拜六他们有一些人文课程 我就说就是放着让同学看 就久了可能就会有兴趣了 因为我们认为学习应该是要有趣 然后积极 然后自己主动 这个东西才会学愉快 所以我们最主要目的 不是要让大家可以顺利争视成什么 去台大志工啊 或什么什么什么志工系 我们是希望让大家有机会碰到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 你有能力在做更进阶的自学 好 那再来就是五倍跟博物基金会的期许 就是我们希望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 我们看了很多成人在学习挫败后 然后再寻求再出发的那个情况 如果可以我们希望可以更早就注入这些资源 也许我们能力到不了这么远的地方 但我们相信博物可以 所以我们很乐意跟博物一起 然后成为照亮孩子未来质押的光 那再来就是稍微工商一下 如果你想认识博物基金会 因为刚提到嘛 他们服务小朋友的钱通通都是募款来的 他們其實 對 員工就很辛苦 就是你知道那個社工 就是真的是社工體系非常辛苦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 可以讓這些人可以擁有更多資源 你們可以捐發票 發票就是愛惜碼131 你們就可以捐到博佑了 好 那再來 這是我們舞碑學院的一個新的服務 就是我們目前有個Talent D人才介紹所 現場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朋友們 是想要找工程師工作 或者是那些企業想要找工程師的人才 都歡迎你來註冊我們這個平台 我們會幫你找到 我們會幫你媒合到合適的單位 然後如果你是企業 我們會推薦我們資料庫裡面合適的人 到你們的單位去 所以如果你們有需求的話 就是也可以掃描認識我們 好 需要給你們30秒掃一下嗎 好 沒關係 那這個我之後 就都還可以再分享給大家 好 那再來最後 就是我們每週二在台北 就是228公園那附近 我們的辦公室會辦一個叫 Ruby默默會的活動 這個默默會它沒有任何主題 它沒有任何要求 它沒有任何dress code 你要做任何事情 你要來那裡做什麼事都沒關係 就是你要來那裡寫 code 你要來這裡讀字文 你要來這裡看股票都可以 我們就是提供一個場所 讓你有機會跟開發者交流 你如果想要一個默默在旁邊自習的話 我們提供一個教室可以讓你自習 我們就是希望讓大家在學習這條路上是不孤單 在交朋友這條路上也是不孤單的 擔心充實自己的地方 那你如果還想了解更多 武備學院或者是柏油基金會做什麼 就歡迎來默默會 我也會每一個週二晚上都會在現場 好 那真的是最後了 就是希望在時間內把它講完 對 就是感謝大家今天的聆聽 謝謝你們 我們再次謝謝那個凱莉 是嗎 對凱莉 好 謝謝 好 那你接受問題嗎 OK 因為我們還有大概五分鐘的時間可以嗎 五分鐘以內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偏向教育的話 因為我也不是柏油人 但我可以稍微 以前曾經試 但我現在 不是 但我知道現在他們招募流程 他們是每一天 他們是週一到週五全臨無休的 在做課後輔導 因為如果你暑假不把小朋友綁架住 他就會加入陣頭文化 他就會去海邊 去海邊還有可能有溺斃的危險 因為那邊是漁港 真的非常 你常常就會 暑假回來就消失了幾個孩子 這是真的曾經發生過 所以他們是全臨無休 在做課後輔導這一件事情 那他們在做 他們有在招募克福老師 他們克福老師是領有正職的配 就是用那些募資來的錢 去支付給你去現場教學 那克福老師你的工作任務就是 我今天如果分配到雲林好了 那我去雲林要去招募一群社群媽媽 因為你要把你的能力交給社群媽媽 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 所以你主要工作是培訓社群媽媽 讓社群媽媽可以去 就是有打工機會 因為在那裡的婦女 我的印象裡面 每一天都是在那個 你知道那個叫什麼 那個不是 蛾啊 對 因為雲林那邊很多蛾啊 所以他們每天就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需要額外的工作機會 那這個就是工作機會 所以你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受聘於博物基金會 到偏鄉裡面去當克福老師 那你就是教這些媽媽 然後讓這些媽媽 呃 教到一定程度之後 啊 會考試嘛 就是考試到了某個level OK 你可以教一年級的學生 那他就會教 那教的時候他就會 就是讓他一般教幾個人這樣子 然後所以你可能培訓五個老師 這五個老師可能 又教五個老師 所以就可以教到25個學生了 然後同時家庭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很多家庭的小孩會說 我的媽媽現在都去教書了 我也要跟我媽媽一起讀書 對 就至少你會發現到 我開始我的念頭開始改變 我們改變真的很慢 因為人的習慣不可能用 你每一天多兩小時的克服 就可以改變他 但是你至少可以讓他感覺到 氛圍有一點不一樣 對 所以如果你要招 要報名的話 然後他 欸 不好意思 他暑假有免費的志工 就是六週 然後你要住在那邊 然後你好像是沒有薪資 沒有配的 可是你就是在那六週 因為暑假嘛 就是小朋友都放學 所以我們更需要 全天候的控管 所以他們暑假有招募 夏日志工 就是連續兩個月 他們會提供給你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通常是香客大樓 然後廟裡面 對 所以你會住在廟裡面 然後連續兩個月 就在那裡做教學 然後結束了之後 小朋友回到學校 然後你就離開 然後接下來 就再由社群媽媽接替 就是他們的課後輔導 對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這個講座 在這邊結束 那我們下一場是另外一位 那個 RJ 蕭 他會來講一下 就是一樣在講社群守則 如何誕生這樣子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留下來 那有想要去其他異常的同學 可以現在離開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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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